防疫新生活 桃園屏東 快樂遊 特別感謝鄭市長歐控 而且交代官方舉的跟我們屏東 大家一起合作 在國境之門的桃園 兩百多萬的市民 能夠跟屏東一起合作 這樣的一個防疫新生活 為了台灣整個國內旅行 國旅經濟發展等等 能夠活絡經濟 然後做成一些專案 這樣的一個促銷 特別讓整個桃園市的市民 跟屏東合作 可以廣邀到屏東 來做國境之門之旅 那屏東的鄉親 也可以來到我們國境之門桃園 做一些深度的旅遊 以及相關的一些旅遊的景點 包括我們在地的 農兩個城市的特地的 把張地的伴手裡去特展 這些也都是未來在 帶動國家產業經濟 一個防疫 後疫情時代的 防疫新生活的開始 所以防疫 三月份到五月份 國旅的調查 那桃園有三個景點 列為前三名 分別是大溪老街 石門水庫 以及橋板山 我想桃園有非常好的旅遊的潛力 那農特產品 伴手禮 觀光工廠 休閒農場 以及景點 也非常多 那這次特別 由潘茫茫縣長 我們北上 做桃園 跟屏東的交流 那如果你喜歡 這個山川流離 可以來走走 我們的這個 新溪口吊橋 那如果我們喜歡 大溪老街 也可以去 恆春的古城走走 那屏東是非常具有多樣化的 旅遊的聖地 那我們這一次呢 希望兩邊 能夠各有優惠 那剛才屏東推出了三鐵優惠 那我們桃園也推出了 包括這個住一晚送一日遊 包括夜市券 兩百變四百 我想這個都是 能夠這個降低旅遊的負擔 增加旅遊的這個樂趣 那我們希望兩邊的旅遊加碼 都可以做得更多 那屏東有很多好活動 那桃園也推出 月月有 月月都精彩 每個月一個大型的主題活動 那我是希望 能夠藉由這一次 推動這個防疫的護衛旅遊 那當然 我們現在有屏東 台南跟 新竹 三個縣市已經簽好了 那另外洽簽的 即將完成的是 宜蘭花蓮南投等等 那嘉義 那我們希望說 慢慢能夠擴大 那希望國境自然 跟國境自門 我們可以做最好的交流 有錢 沒有什麼 我們可以做最好的 部分 隨著 那已經可能